Hello 各位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這個 封琴式口罩的車法 之前的影片是很簡單 手縫封琴式口罩 這個非常簡單 幾分鐘就完成了 這個我會用衣車來車 把它車好看 準備一塊面部和一塊底部 20cm x 18.5cm 將頂部縫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翻回正面 兩個底部都在內摺大約1cm 然後燙一燙它 燙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車好看 其實這個步驟 是可以 車或不車都可以 車會比較好看 比較小一點 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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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著我們就 在距離頂部位置3厘米的位置 向下摺1cm 然後燙平 燙完後 在5cm的位置再摺1cm 再燙平 然後由頂部再量 7cm的位置再摺1cm 摺完後可以量度 整個長度大約9cm 這樣便是對的 再燙平 反過來後面再燙多次 燙完後可以反回 入面 正面對正面 摺好風琴的位置 預備兩條橡筋 大約21cm 的橡筋 長一點也可以 沒問題 好 接著放好橡筋的位置 主要是放在正面對正面的位置 然後固定好橡筋的兩端 再套上兩個邊 我們便可以完成 完成了 車的時候大家要摺好風琴的位置 不要變形 變形的話 車出來便會不漂亮 好 接著我先剪了一些線 還有剪了多出來的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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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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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後是把橡筋剪開一半 然後打結 根據大家的面型 調整長度 整理完口罩 大家可以試試放一塊濾 我選擇放兩塊廚房紙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短片 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 都可以平安 安然度過這段 這麼艱難的時間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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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